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在冬蔭冬的豬扒中 我做過一塊冬蔭公豬扒 今次忽發其想 不如我們嘗試用番茄濃湯 放到冬蔭公豬扒中 變成番茄濃湯的冬蔭公豬扒 一定很好吃 材料有豬扒 冬蔭公的材料 有南薑、香茅、檸檬葉、主天椒 還有這個太薄的紅蔥頭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番茄龍湯 今天這個豬扒其實厚薄 都非常適中的 但始終我們找個鎚鎚鎚鎚鎚鎚 讓它再鬆一點 吃起來又快熟一點 又美味一點 我們通常這樣的豬扒鎚 它有大洞和小洞那邊 我們就用大洞去鎚鎚鎚鎚 不用擔心把它打到它好像散了 其實是不會的 打好豬扒之後 就是輪到這個東蔭宮五寶出場了 分別就是香茅、紫天椒、南薑 檸檬葉和泰式的紅蔥頭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極速地把所有的東西切成粉碎 把這些東蔭宮的油全部剁碎 之後我們就要把它醃成豬扒 這些豬扒和這些所有的東蔭宮材料 都放在大碗裡 然後把麵放在上面 那由於裡面很多的 譬如香茅、南薑 那裡面的香味都是一些油來的 油溶性的香味來的 所以我們醃的時候 一定要加些油下去 還有為了增添這個泰式的風情 我們是會加魚露的 那就是用手去醃它 然後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 然後再加上去 轉眼間 我們又已經把這個東蔭宮豬扒醃了一個小時 那現在呢 我們燒紅了一個坑文膜 那目的都是想煎得它 更好一點的 而且可以隔著油脂 那我們煎它的時候 呢 儘量把那些香草 可以的話就把它剪出來 因為那些香料 它下油的時候 就很容易焦 那所以盡可能 盡人事就把它剪出來 但是剩下一點也無所謂的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把其中一面放下去 然後煎到它 有一點混在一起 看看 是還未可以的 我們可以煎的中間 也會這樣掀開來看一看 那應該呢 這些混在一起 應該有些深啡色的 即是金黃色的焦了 它就會更好看 好, 接著呢 我們用一個熱潔的平底鍋 再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然後把剛才醃豬扒的那一堆 冬蔭公之油 就全部放進去爆香 接著呢 就下我們的主角番茄濃湯了 就不用加一整罐 好, 我想加三湯匙左右 然後我們加點水去稀釋它 哇, 味道很厲害 好, 煮好這個醬汁之後 我們就把豬扒回下去了 我把豬扒回下去了 我們最大 Policy的 這個能夠蒸到賣的 可以加上碟了 intervals的冬蔭公汁 再加上碟了 最後要加上碟了 它就像中間 在這塊塊上碟了 炸了 每個人都要加上碟了 既然要加上碟了 但是我手也加上碟了 所以就加太棒了 這樣可以加上碟了 蕃茄濃湯冬蔭公豬扒大功告成 完成了